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联合国军,向世界展示了东方雄狮的力量,国内民族热情高涨,统一的呼声此起彼伏,香港回归成为中国人民翘首期盼的殷切期望。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二战之后跌下神坛,香港、九龙及附近岛屿成为其在远东地区硕国仅存的殖民地。 英国政府深知,在陆地战中难以打败英勇的中国解放军,因此放出狂言,中国若要用武力收复香港,将会受到核打击,一时间脱离祖国百年之久的香港,其多船的回归之路上再添阴霾。 今天博览历史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香港回归背后的故事。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现有的文明与史料表明,香港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璀璨的文明。 秦始皇一扫六合之后,香港与岭南地区一起被秦人称为百岳之地。 自秦朝起近两千年的封建时上,香港都是中国版图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在宋朝空前繁荣,中原人口大量涌入,使得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香港的地位在近代得到凸显,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秦朝对外通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也招来了英国人的垂涎。 19世纪末期,英国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与陶瓷,虽然也向亲人倾销了大量的鸦片,但对华仍然处于长期的贸易逆差。 英国人不能忍受大量的银两流入中国,又无法与自民天朝上国的大清进行平等的外交沟通。 于是选择利用大炮战船,鸿开清朝封闭的大门。 这是小农经济与工业社会的碰撞,是天朝上国与西方蛮夷的战争。 然而,其结果却出乎所有亲人的意料。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岛被英国强占。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九龙半岛又被割让。 至1898年,整个香港地区都被英国占领。 新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的租借条约,租期为99年。 二战期间,香港又被日本统治三年之久。 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没能收回香港主权,英国人再次接管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抗美援朝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世界展示了强大道足以用武力收复香港的力量。 中共中央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以及打扫干净屋子在顷刻的政策, 让所有中华儿女都看到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希望。 但英国政府却不甘心就此放弃香港这块肥肉。 即使二战之后,英国国力衰退, 已经无力维持众多殖民地区的统治, 却依然要把中国香港纳入囊中。 那是因为香港的战略意义非同小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腾飞。 维多利亚港白隔蒸馏,香港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香港地处中国南部沿海区域,与澳门隔海相望, 北街广东,背靠南海, 与后来的经济特区深圳市紧益和相隔。 位于九龙岛与香港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水深港阔, 天然适合进行国际间的大宗贸易。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出口。 在国际方面,美国是香港工业品最大的进口国, 西方许多国家都与香港进行自由交易, 这就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香港的经济规模与原始积累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另一个大港口。 但由于大陆地区历经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十年炮火的打击, 经济发展受到遏制。 为了得到稳定的环境, 大量的内陆资本选择南下进入香港。 据统计,仅1948到1950的两年时间内, 内地移民携带的财富超过当时香港社会财富总估值的一半以上。 这些海量的资金为香港后来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勤劳聪明的香港人借着时代的东风发家致富, 并是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 相对于香港的经济意义, 英国人更加重视香港的政治意义。 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虽然已经日薄西山, 但称雄之心依旧不死, 尤其是在1952年成为继美苏之后的第三个研发出原子弹的国家。 英国已经把香港看作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桥头堡。 在某种意义上, 香港与西柏林十分相似, 都是地处社会主义阵营却被西方国家遥控的飞地, 也是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人仰望的自由灯塔。 朝鲜战争结束后, 英国意识到单凭传统的军事力量, 很难继续持有香港的统治权。 就像一百多年前, 他们凭借着尖船力炮打开清朝的大门, 如今他们要让新中国屈服于核武器之下。 时间滚滚一个世纪, 强盗终究还是强盗, 中国人却已经觉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 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 并与苏联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英国的实力大幅衰退, 已经无力维持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 受到自由思潮的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 殖民主义遭受重创。 作为新崛起的顶级强国, 美国在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推行非殖民政策, 让这些地区进行民意上的民族自治, 实际上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 对其进行软控制。 到60年代, 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已经所剩无几, 鉴于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 香港成为绝不会轻易割舍的地盘。 事实, 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重兵, 英国人深知, 如果大陆要夺回香港, 单凭传统的军事力量, 根本无法抵挡英勇的解放军。 在美国的支持下, 英国在国际上宣称, 如果解放军武力收复香港, 将会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打击。 但当时英国的导弹射程, 既不能直接覆盖中国的领土, 也没有可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 从本土出发, 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所以英国积极谋求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基地, 储存核武器, 但这一行为遭到了东南亚国家的集体反对, 英国人只能将该计划转到地下, 在只有新加坡总理知情的情况下, 开始了秘密基地的建造。 英国人却错误地估计了中国政府的意图, 六十年代的新中国百废戴新, 收复香港澳门并不在第一顺序计划内。 但英国人的威胁, 外加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横加干涉, 也让党中央震怒, 于是中国人的原子弹研发计划,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启了。 前三强, 邓家仙, 前学森等优秀的科学家, 先后从西方国家回到祖国, 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中, 经过近十年的欧星沥血, 刻苦钻研, 1964年, 中国终于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核垄断,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世界局面为之一变。 在香港问题上, 英国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 连接亚洲与大洋洲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 脱离了英国政府的统治, 宣布独立。 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急转之下, 几乎到了兵戎相间的地步。 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英国只能把部署在新加坡的战机、 军舰调回本地, 甚嚣尘上的核威胁草草收场。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 尼克松的破冰之旅, 让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 有了深切交流的机会。 中英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随之缓解, 至1971年, 英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全部撤出东南亚, 北大西洋区域重新成为英国的战略核心。 1972年, 中英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 3月14日正式建交, 互派大使, 并在联合公报上达成三点共识, 其一, 两国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其二,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撤销在台湾的官方机构, 其三, 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性, 中英关系正常化, 香港的问题得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80年代开始, 中国结束了内部动乱, 开始了改革开放的第二大征程, 香港作为大陆曾经唯一的对外窗口, 又在世界的经济贸易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自然是这一伟大蓝图中之关重要的一环, 尤其在1980年, 披邻香港的经济特区深圳成立以后, 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迫在眉睫。 1982年,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 针对香港澳门问题,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方针, 随后,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双方就香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谈判。 谈判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但由铁娘子支撑的撒切尔一定不会轻易妥协, 他利用各种说辞手段阻挠中国合法收回香港的主权, 但我国始终坚守着中方在质疑问题的看法, 即1997年租界期限到期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香港的全部主权, 这一原则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82年起, 中英共进行了22轮的谈判, 才最终达成一致。 1984年, 中英发表联合声明, 从1997年7月1日起, 整个香港地区成为经济特区,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主权和治权。 1985年, 中英政府代表在北京交换协议书, 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香港开始了为期12年的过渡期, 1997年7月1日, 零点那一刻, 是足以载入史册的神圣瞬间,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国香港, 随着英国米兹起和香港起缓缓坠落, 五星红起和紫金花起栩栩升起, 香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殖民时代, 成为了永久的历史。 香港的回归不仅洗刷了中华民族, 在旧时代被列强欺凌的耻辱, 也使得中国的统一大业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自此以后, 香港以及中国都将进入自由地崭新的繁荣时代。 在国际方面, 香港回归不仅证明了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 也成为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地区解决类似问题的模板, 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香港问题是中国旧社会与西方国家矛盾的缩影, 香港的回归过程则是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渐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 大国之间没有信任与道义, 只有利益与武力。 唯有中国变得强大, 香港以及澳门甚至台湾问题才能够不受外界的撤肘, 顺利解决。 但回归只是第一步, 在12年的过渡期中, 英国在香港埋下了许多暗雷, 为香港的蓬勃发展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时至今天, 中国已经可以正面迎接任何国家的挑战。 国安法的颁布将香港问题一锤定音, 西方国家再也没有借此兴风作浪的机会, 历史滚滚向前, 任何虚假的、腐朽的、不正义的都将被时间巨轮碾碎, 属于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正缓缓到来。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点赞评论, 关注支持一下吧。 咱们下期再见。